杨子和陈毅因为一部影视剧的拍摄而成为搭档 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关系 有一场吻戏需要拍摄 杨子决定亲自教导陈毅 以确保镜头中呈现出自然而真挚的感觉 第一次教学 杨子表现得相当细致入微 他解释了吻戏的节奏和情感表达 陈毅虽然有些拘谨 但还算应付着 然而杨子觉得还不够完美 于是决定再次教导 第二次杨子尝试加入一些戏剧元素 希望能够增加戏份的戏剧性 成毅虽然努力跟上 但依然显得有些生疏 杨子看出他的紧张 便安慰到慢慢来 别紧张 第三次杨子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 他鼓励成毅在拥吻场面中表现出真实的感情 这一次 成毅开始渐渐放开心结 但仍然不够自然 第四次杨子决定从影片的背景和人物性格入手 与成毅一同深入剧本 试图理解两个角色之间的情感共鸣 这一次 成毅展现出更多的情感 但依旧未达到导演心中的理想状态 最后一次 杨子认为不能再浪费时间 他选择将戏份简化 聚焦于角色之间的真实感情 成毅也在这一次找到了共鸣 两人的吻戏终于达到了导演的要求 然而 整个教学过程并没有让成毅感到学费 相反 他通过这次经历学到了很多演技的技巧和情感的表达方式 杨子的耐心和专业素养也让他深感敬佩 成毅在拍摄结束后对杨子充满了感激之情 两人也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 杨子和成毅的默契逐渐增强 两人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默契 他们在各种戏份中展现出了紧密的默契 不仅在吻戏方面 而且在剧情的表演中 也能够深刻地理解彼此的情感 杨子在成毅身上发现了许多闪光点 他的专业素养和对表演的执着让他赞叹不已 成毅则深深感激杨子的耐心和指导 认为这次的合作不仅让他在演技上有所提升 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可敬可爱的戏友 整个拍摄过程也让两位演员 对彼此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他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演艺圈的心得 交流了彼此的生活经历 建立了一种互相扶持的默契 这种友谊不仅促进了影片的制作 也使得整个拍摄过程更加融洽和愉快 影片顺利杀青后 杨子和成毅的表现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导演对他们的合作称赞有加 认为两人的默契和专业素养为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子和成毅的这场吻戏教学 虽然经历了多次尝试 但最终的成果却是值得的 这不仅为他们自己的演艺事业增光天才 也让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一段真挚而感人的爱情故事 杨子和成毅的默契搞笑现场 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场精彩表演 这对明星搭档以其幽默风趣的互动而闻名 无论是在综艺节目中还是活动现场 总是能为观众带来欢笑与惊喜 首先 杨子和成毅之间的默契十分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不仅在表演中互相配合默契 而且在舞台上的互动也十分有趣 无论是搞笑的对话还是逗趣的动作 都展现出两位明星之间的默契配合 令观众捧腹大笑 其次 这对搞笑拍档的现场表演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意外惊喜 他们的表演风格独特 常常在观众意料之外制造笑点 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搞笑表情 还是出其不意的幽默插科打混 都能让观众在笑声中度过愉快时光 这样的默契搞笑现场也反映了杨子和成毅在平时的深厚友谊 他们的默契不仅仅是为了表演 更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默契和了解 这使得他们的搞笑表演更加真实 贴近生活 观众更容易被他们的幽默所打动 总体而言 杨子和成毅的现场表演 绝对是一场让人捧腹大笑的视觉盛宴 无论是喜欢他们的粉丝 还是对他们的表演感兴趣的观众 都值得抽出时间来欣赏这个令人难忘的搞笑现场 杨子和成毅的默契配合 幽默风格将给你带来一场笑声不断 欢乐无穷的视听声 他们的现场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喜剧 更是一场展现两位明星才华的演艺盛宴 杨子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搞笑天赋 总能在舞台上展现出多才多艺的一面 与此同时 成毅的风趣幽默和出色的表演技巧 也为整个现场增色不少 观众们在欢笑之余也能感受到杨子和成 以对于表演的专业态度 他们不仅仅是搞笑拍档 更是在舞台上展现出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对演艺事业的真挚热爱 这种专业素养使得他们的表演更加富有深度 不仅仅是为了逗笑观众 更是为了展现演员的真正魅力 杨子和成毅的搞笑现场也成为了粉丝们热议的话题 社交媒体上充满了观众们对于这对搞笑拍档的赞誉和期待 他们的表演不仅仅在现场掀起一阵笑声 更在互联网上引发热烈的讨论 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焦点话题 无论是搞笑的小品还是幽默的互动 杨子和成毅的现场表演都是一场试听盛宴 让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对搞笑拍档的默契、专业和独特风格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令人捧腹大笑的时刻 因此 这场搞笑现场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演艺盛宴 将给观众带来难忘的笑声和欢乐 杨子成毅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有着细腻的内涵和深刻的含义 成毅的温柔是如此的动人 让人无法自拔 杨子和成毅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展现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为观众呈现出一幅精彩的情感画卷 无论是紧张、欢乐还是忧郁 他们的表情都仿佛是一本打开的书籍 细腻而丰富 成毅的温柔在表演中独具魅力 如同春风风过般温暖人心 他的每一个眼神、微笑都散发着深情和体贴 观众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柔软 这种动人之处让人陷入难以自拔的情感漩涡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情感的传递者 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观众带入情感的深渊 杨子的表演同样令人惊艳 他能够通过微妙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准确地传达角色内心的情感 他的眼睛仿佛有一种魔力 能够深入人心 勾勒出角色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 每一个眼神的转动 每一个微笑的绽放 都是他对角色深度剖析的产物 两位演员之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也为剧情增色不少 他们在每一个镜头中 都展现出对方独特魅力的理解 呈现出一种默契的默契 观众在他们的演技中仿佛穿越到角色的世界 与他们共同经历种种波折 总的来说 杨子和诚意的表演不仅仅是演技的展示 更是对情感的深刻描绘 他们通过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让人感受到情感的真挚和复杂 让观众陷入情感的漩涡 无法自拔 这种细腻和深刻的表演 让人对他们的演艺事业充满期待 期待能够在更多的作品中 见证他们的精彩表现 他们的表演不仅局限于情感的表达 还体现在角色的塑造上 每一个动作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不仅展现了演员的专业素养 更让角色在观众心中栩栩如生 诚意的每一举止都散发着绅士风度 展现出他对角色深刻理解的同时 也彰显了他的演技功底 观众仿佛能够从他的表演中 感受到角色的鲜活和立体 杨子则通过精湛的表演 展现了女性角色的坚韧和柔美 他能够在不同情境下 切换表情和情感 让人感受到角色内在的复杂性 无论是喜怒哀乐 他都能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呈现 让角色更加真实可信 除了表情 两位演员的动作也充满了细腻之处 每一个手势 每一个眼神的交流都是情感传递的媒介 通过这些微妙的动作 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角色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默契配合不仅仅停留在台词上 更通过动作传递情感 使得整个演出更加生动和感人 这样的演技水平不仅令观众为之动容 也为整个影视作品增色不少 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犹如一幅精致的画面 为观众呈现出异常感性的视听盛宴 这种细腻和深刻的表演功底 让人期待着未来能够见证 他们在演艺事业中的更多精彩表现 在这个感性的演艺中 杨子和诚意用他们的表情和动作 刻画出了一幅情感的画卷 让人陷入其中难以自拔